Hello,大家好,我是Sasha 我是可爱的小肉肉 可爱吗? 那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孕妇瑜伽 参考的主要书籍是爱阳格孕产瑜伽 那第一节是站立的提示 总共有13个提示 会分别讲清楚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 适合的练习方法和这一事项 OK,那在练习之前 先准备好一些基础的练习工具 因为是在孕期 为了更加安全的前提下 有很多动作是需要辅助来完成的 首先是瑜伽垫 还有就是舒服和身的衣服 还有瑜伽砖 我能想到的是 如果你没有瑜伽砖的话 你可以用字典来带地 但它可能会不太方便 还有就是伸展袋 如果没有伸展袋的话 也可以用手字去代替 还有瑜伽枕 你可以用一个小枕头来代替它 最后就是一条毛巾或者小毯子之类的都可以 这些基础的工具其实都非常的便宜 建议孕期练习的宝妈一定要把它背齐 最后简短说一下 练习孕妇瑜伽的好处 激发准妈们练习孕妇瑜伽的更例 首先是书籍中 爱阳哥大师对孕去一家的序言 还有就是我整理的孕去一家的好处 孕妇作为一家可以静心凝神 改善血液循环 增加身体的柔韧度 有助于孕妇的身心健康 同时有助于自然分娩和产后恢复 OK 好处这么多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始吧 OK 下面开始 战略的提示 第一个提示摩天式 首先如果是运早期的话 可以将你的双脚运往胶指尖向前 或者是将我们的双脚打开 与骨盆同宽 同样要让你的脚指尖向前方 手臂放向身体的两侧 保持无阻伸长的腐式呼吸 这是一个双脚打开的三日站姿 如果是运中期和运往期的话 可以将手臂伸展向上 食指交往翻转掌心向上 同时可以将你的脚跟向上排起 或者是让你的脚跟踩在地面上都可以 注意保持深长的腐式呼吸 用你鼻子深深的吸气 感受腹部的隆起 然后再慢慢的吐气 腹部收回 OK 五组深长的腐式呼吸以后呢 将你的手臂放松 你会感受到血液慢慢的回落到身体 好 活动一下我的双腿 下面我们来进行第二个提示 牛面式 同样呢 是如果是出气的话 可以将双脚定红 如果是在运中期和运往期呢 将你的双脚还是打开比较好 脚指尖呢一样是指向前方 注意手臂呢的姿势 先将你的左臂向上伸展 然后弯曲手肘 右臂呢向后伸展 也是弯曲手肘 双手呢在背后交扣 我们来看一下手臂的脖子 同样呢是保持五组深长的腐式呼吸 那可能有宝宝会出现 就是你的两个手根本就无法交搂在一起 那就要用到我之前说的基础的辅助工具 我们要用到伸展带 来用伸展带 让我们两个手交搂在一起 让你的两个手之间去握伸展带 伸展带的这个长度呢 根据你的柔韧性去自我调节 注意要让你的背部一定要挺直向上 然后头顶呢去寻找天花板 让你的上面的这个手臂的手肘去寻找天花板 下面的手肘呢去寻找地板 保持伸长均匀的腐式呼吸 不可以反侧呢是同样的练习方法 手臂向上伸展 下面的手臂呢向后伸展 OK 也是双手臂交过 然后手肘指向天花板 头顶呢 摆回去向上 保持均匀伸长的呼吸 一样如果你双手握不住的话 一定要进入伸展带 这时候呢你会明显的感受到肩膀和大臂的一个拉伸 可以非常好的去帮助我们去灵活 肩关节 尤其是在运气背部和肩膀比较僵硬的宝宝 一定要多练习这个提示 OK 完成五组复伸呼吸以后呢 将你的手臂放开 这可能会有点酸 然后抖一抖我们的手臂放松一下 可以放松一下腿 OK 第三个动作呢是三脚伸展式 这个动作呢 运早期中期晚期都可以练习 但是一定要进入瑜伽砖 首先呢将我们双脚打开 大约是两个肩的距离 然后将你的右脚转向右侧 脚趾尖指向前方 脚跟呢指向我们左脚的中心 OK 这时候呢将你的瑜伽砖放在右脚的外侧 好 注意将你的宽部一定要摆正 趾向前方 背部和宽部都在一个平面上 吸气的时候呢 手臂向两侧打开 手指尖向两个方向延伸 OK 跟随呼气的时候 身体慢慢的向右向下 然后将你的右手放在瑜伽砖上 然后左手指向天花板方向 你可以眼睛平视前方 或者是看向手指尖的方向都可以 这时候呢如果没有瑜伽砖 你就握住字眼就可以了 去感受我们左侧腰部的一个拉伸 感受你右腿内侧的一个拉伸 保持五组深长的腹式呼吸 活该完成以后呢 让你的左臂带动身体慢慢的向上 拿起你的瑜伽砖 OK 呼气放松 将你的右脚指向前方 然后双脚内外八指 慢慢的去避磨 OK 我们放松一下 我们来换另一层的练习 使用同样的方法 将双脚大大地打开 大约是两个肩的距离 然后转左脚 好 放瑜伽砖 同样将你的胯部向前摆正 背部和宽部一个平面 吸气 手臂两侧打开 然后跟随呼气 身体慢慢的向左 向下 好 左手放瑜伽砖 眼睛看手指尖的方向 或者是平时前方都可以 注意保持深长的腹式呼吸 因为我们是在运气动作一定要缓慢 不要着急 保持呼吸以后呢 右臂带动身体 慢慢的向上方圆 OK 呼气放松手臂 好 将你的左脚转向前方以后 双脚内外八指 慢慢的去避磨 OK 好 动我们的四肢 动手臂